接下来是由资深媒体人芝加哥时报主编 李志华所带来的最新实时观点评论 李志华观点边境危机 拜登宽人之移民政策面临德州政府严峻考验 美国联邦政府再次与德州州政府发生了严重的摩擦 争议核心是德州政府对美国边境巡逻队 在边境行动施加了限制 这一行动是在一名女性和两名儿童不幸溺水身亡后发生的 凸显的联邦与州政府权力之间的紧张关系 也显示边境安全和移民政策的重要性 在不久之前 拜登总统才请求最高法院允许美国边境巡逻队 可以在美墨边境移除棘手的铁丝网 拜登的理由是切断铁丝是为了想需要医疗协助的无证移民提供帮助 以及逮捕已越过美国领土的非法移民 此事尚未得到解决 竟有发生了附优在边境淹死的残势 突出了边境安全的复杂性 美国边境长期以来一直是政治和安全问题 德州政府似乎是出于对边境安全状况的担忧 同时也反映对联邦政府控制和干预的抵抗 德州作为一个边境州 其对于边境政策的看法与内陆州可能截然不同 这种差异在当前的政治氛围中也会明显 联邦与州之间的权限到底如何界定呢 根据美国宪法 联邦政府对国际边境的控制有明确的权利 然而德州的行动表明 当地政府可能会寻求在某些情况下限制或挑战联邦的权威 这种挑战在美国历史上并非首先 但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下 这种对立可能会导致更加尖锐的冲突 此一事件也还涉及到人道与法律之间的平衡问题 德州禁止边境巡逻队进入特定地区 是导致无法及时进行紧急救援的主要原因 这引发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在保护边境安全和遵守法律的同时 如何确保不会忽视基本的人道主义原则 这一挑战在处理边境事务时尤为重要 尤其是在涉及生命安全的情况下 就此德州共和党检察总长肯帕克斯顿的回应也值得关注 他在声明中坚称德州不会屈服 这不仅反映了他对州权的坚定捍卫 也可能暗示着对目前联邦政府政策的不满 在当前分裂的政治气候中 这种态度可能会进一步加剧政治对立 拜登与爱博特州长的分歧由来已久 两人之移民观点 南原北纸不仅在边境安全的具体措施 更深层次的是对于移民政策的根本性态度差异 拜登政府的做法反映出一种更加宽容开放和人道的移民政策取向 而德州政府则坚持一种更严格的边境控制政策 这种分歧在凸显出移民问题在美国社会的深刻分裂 而在这场移民危机中 联邦与州政府间的权力博弈非常明显 德州政府在联邦政府的政策中寻求更大的自主权 这种趋势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美国联邦制度的独特性 以及在重大政策问题上各州政府可能采取的不同路线 所以爱博特从去年就开始分别以大巴士与飞机 把大批的非法移民输送到华府 纽约和芝加哥等所谓的庇护城市 制造出当地严重的移民危机 爱博特的做法很明显的就是 我这里没有办法解决这些移民问题 我就交给你们去代劳解决吧 当然这一场边境危机 不仅是关于移民和安全的问题 它还涉及到了美国国家政策制定 法律执行的权威 以及联邦与州政府之间的动态关系 因此政府和社会必须找到一种平衡 既要保障国家的安全 又要维护人道主义和法治原则 这真是一个复杂的挑战 反映了当前美国政治环境中的 深层次分歧 需要所有相关方面的智慧和合作 来解决才行 这一事件可能会成为未来 对这些问题讨论的一个重要案例 并对美国的政治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 感谢观看